- 歡迎光臨 蜂蜂股市福利上 讓你的財富 FeeFeeFee 嗚 大家好 我是Cooko 你是川普吧 欸 大家好 我是哲哲 郭哲隆 欸 今天 投資必交課 來啦 來 等我耶耶耶 除前席 怎麼樣 激情後 0050 0056 還能賺嗎 還能賺嗎 我也想知道 好不好 除完全息 那用MACD記憲警記登號 哪一種策略 賺最多 我請到三位分析師 好 欸 我怎麼算人產的 欸 我覺得我長得有點像肯尼 肯尼喔 欸 那我就是 Bobby囉 嗨 Bobby 欸 還是BBQ了 BBQ了 你真的BBQ了 好 我們兩個音師 不要再唱了啦 來來來來 請到三位來 專家中的專家 歡迎 陳奎仁分析師 陳奎仁分析師 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期待者者扮女裝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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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了喔 我不會 嘿 江老師怎麼這個表情呢 嘿嘿 怎樣 no 什麼no no 講女裝是你講的耶 你會拋棄我 對啊 怎麼這樣子 真的是 好討厭喔 好討厭喔 好 坤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 D-A-R-E-N 巴巴巴巴 這坤老師 下一位我們請教 下一個 傅信翰 對啊 好 江國正老師你好 我一直以為005 005就只能爆場波段 就是這個 爆越久 裡越多 欸 沒想到今天主題 還可以坐價差 我們一起期待囉 好 我們期待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請教下一位 對 也是期待學的專家 欸 沒有關係 期待學 喔 也很期待 沒有 我很冷啦 對啊 好冷掉了 生氣專家 沒有 好冷喔 對不起 爛哏 可是我一直覺得爛哏 比沒有更好 沒錯 請教 欸等等 江天老師來 江老師來 小老鼠 WIN 58899 我把它掃起來 掃起來 好不好 記得加一下 江天老師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欸 陳... 我算是江... 江維泰了 你知道嗎 陳維泰老師 你好 老師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喜歡清理財的投資朋友 這一集千萬不可以錯過 喔 清理財 清理一下你的財產 很輕啊 不是很輕 很輕是我很輕 水風飄移 你不錯你這個不錯 你很輕你很輕 你不能西裝穿大一點 你就是比較輕 來 請教那個清理財的 維泰老師你好 老師好 我叫縱理財 請 好不好 縱理財 賺越多 維泰老師你喜歡這樣子嗎 我覺得他伴侶專 你不太喜歡他 男專你也會比較喜歡 很好啊 很好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 我的市場在這 老師進來一點 進來一點 老師你再來一下 再來一下 我要看一下 老師他這樣子你喜歡嗎 很好啊 你的表情代表一切了 哎呀你真的是 他根本就不喜歡啦 你對他來講就是沒有魅力 沒有 我都很好啊 你真的你喜歡不喜歡你差很多欸 前面主持人真的是你很high 或者是Amy老師你很high 你真的差很多 你不能這樣喜好 喜好這麼明顯在你的表情上面啊 老師 喜怒行於色 哎對對對行於色 我忘記哪個名言哪個錯詞 老師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啦在開玩笑的 來 來我們來看看 來 不要到時候有人留言說 我真的不要再開coco玩笑 這樣coco一個女人家會很傷心欸 是女人家嗎 一個男人家好不好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0056 0050除完全息後 激情過後 還能賺嗎 激情過後還能賺 那就真愛的啊 真愛 真的是真愛 好不好 好 這個月18號 OK 這個0050 0056 同一天出席 OK好 那上一集節目當中 有跟大家分享過 7月18號有18檔ETF要除息 那麼其中呢 最大家最關心的就是0050跟0056 OK 為什麼呢 因為根據媒體調查 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熱門股 第一名跟第二名就是0050跟0056 那麼第三名呢 不用說 剛剛江江老師也跟我講 就是00878 這三檔都是現階段 就是在上半年市場上面 最熱門的三檔ETF 0050 0056 00878 老師你看喔 嗯 0050你覺得現在很夯對不對 以前0050最夯的 是 元大台灣高股息跟他差很多 是 現在還是有差大概1200億 可是 等一下 兩個加起來多少 4200 4200 黃銀元大台灣50 現在高股息ETF才是玩得到 對 台灣真的很特別齁 就是要高股息 是 然後你看 你看人說 好啦 你把副班台灣50第四名加起來啦 加起來多少 3900 3415加543嘛 3900億 還沒4000億 這個第二名加第三名加起來就 4200了 對 所以台灣人真的很喜歡高股息 你看喔 在前十名當中 從類型來看就很清楚了 類型裡面 高息型的ETF 有一檔 兩檔 三檔 四檔 再下來 五檔 佔了50% 十檔裡面就有五檔 是屬於 那個所謂的高股息相關的ETF 我認為不只50%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三名大概就 就7000億了 這個 公安市那個高股息就占4000 是 如果你說用這個所謂市場規模來看 的確是超過50% 應該有超過50% 應該有50% 那市值型的只有0050 還有剛剛的副班台灣50 這兩個算是比較大家耳熟能詳 但是其實你看 觀察到他們的一個規模 一個543 一個3415億 真的還是差太多了 所以現在 投資高股息ETF 似乎已經成為了市場上面的一個主流 是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我們今天呢 特別幫大家去研究一下 就是在0050跟0056 老師 不好意思我插個話 因為就是太夯了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都是見點閱率 見錢為開的人 看點閱率這麼好 我們不得不講一下ETF 所以我們在福利社轉型 變ETF的頻道了 沒有啦 就是ETF我們會討論比較多啦好不好 真的點閱率就特別好 對啊謝謝大家 這其實也是做一種功德 就是服務這些廣大的投資朋友 因為做ETF你放長期久一點 你不要追高殺低 基本上都可以抓到錢啦 好不好 基本上啦 對 但是這一集呢我覺得命題命的非常好 就是到底是應該要長期持有比較好 還是要做價差比較好 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投資朋友 對這個議題的結果會非常感興趣 因為一般專家會覺得長期持有比較好 一般閃戶是喜歡做價差 可是你明明知道長期持有比較好 可見答案會跌破你的眼鏡 我換一下眼鏡 不要跌破 這個很貴算了 好我們就用什麼 我們就來趕快看一下 到底0050還有0056是哪一種策略比較好 是長期持有比較好 還是做價差比較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做一個回測 回測不要理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0050元大台灣50 還有0056元大高股息 OK 那回測時間從他們掛牌上市一直到現在 有 至少15年多就20年嘛 台灣50來甘慶祝20年嘛 對不對 老師真的很誇張 對回測時間有那麼長 所以其實他回測出來的結果 我認為應該是相對比較客觀的 準確度很高了啦 說實話啦 好不好老師來跟你講 好 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分析的這個所謂的一個策略跟方式 大概有四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從長期持有角度去看 就從上市以來買進 並且持續投入股息不賣出的策略 對 就第一種 第二種是季線大法 第二種是用季線大法 我們往右邊看 右邊看 我們要看賣點 來來 OK OK 當股價站上季線的時候就買進 然後當股價跌破季線的時候就賣出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可是你看看我們是20年的回測 20年啦 來來來來 好 第三種 Coco都不知道我們20歲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好 非常期待 好 謝謝老師 來 第三個 景氣對策訊號的買法 當景氣對策的燈號呢 出現第一顆藍燈的時候就買進 藍燈是好還是不好 是景氣好還是不好 藍燈就是衰退的時候 是正式衰退 就很嚴重的啦 好的時候是紅燈啦 好不好 然後出現第一顆黃紅燈的時候呢 然後就做賣出 黃紅燈喔 是快要紅了 還沒有紅喔 對還沒有紅 可是快要紅了 好不好 來 所以這邊注意一下 對 我們就是用這四個方法去做回測 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或黃紅燈賣掉數鈔票 對啊 這個景氣燈 這是這種方式嘛 對不對 是 老師 這是我福利車 老師你做那麼 老師通告費也沒多少錢 你這麼認真 跑這回測 老師朋友可以先猜猜看喔 在還沒有看到結論之前 先猜猜看 到底這四個方法哪一個比較好 0050056答案不同喔 對 先猜一下 現在可以先開始留言 你可以先按贊品 可以先留言了 好不好 OK 按Post鍵 好老師你做來看 好看下一個 好看下一張 好 我們就先來看看 就長期持有的這個方法來看 0050跟0056這兩大ETF 他們的一個接效是如何 OK 首先在0050的部分 OK 他上市日期是2003年5月份 OK 一直到現在 他的總積效 就是一直持有 然後沒有賣出 股息再做投入 456% 456.6 比0056來得多很多 可是 就等待 因為人家比他多四年 好不好 對 所以我們老師 我們要連化報酬率比較公平 對 好 每一年的報酬率平均起來 連化報酬率的話 其實可以觀察到 0050 他大概是8.9% 0056是7.2% 所以在這張表格裡面 在長期持有的績效來看 似乎是0050優於0056 可是同學朋友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0050優於0056 因為我用連化報酬率來跟你講 可是同學 我告訴你 這邊你要按個暫停鍵 先聽我講完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 暫停就聽不到聲音了 對對對 我說在暫停之前先聽我講完 你就想一下 我剛才這樣講 我知道你要講這個 這個我就說 巴菲特說過 投資要少那個 又濕又殘的一個波道 然後滾雪球 一直放下去就可以了 老師你看差1.7% 多個四年報酬可以差一倍 多恐怖 198 你看假設你放個 存號變成1000萬的 你存號變成可以變成2000萬 跟1000萬變成456萬差多少 所以你看1.7% 差1.7% 如果時間這個負利多恐怖 多恐怖的武器 你看可以差到456% 差很多 所以投資要越早開始越好 對 投資越早開始越好 越年輕開始越好 對 10歲 你18歲你就趕快投資了 好不好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老師感覺有點 毀不單粗 感覺你覺得你自己很老 老師有這麼誇張嗎 你看起來很年輕 是覺得太晚投入市場了 真的 對 老師你客氣了 所以現在小孩子就開始幫他買股票 就是讓他滾 滾等等 在哪滾 巴菲特99% 人家幾千億 幾千億資金 99%的財產是50歲以後才滾出來的 所以投資表只要活著久 健康值比要多吃一點好不好 好老師 您說一下 來看下一個 好看下一張 好下一張進到這個季線的一個大方 0050跟0056 哪個比較適合季線 對 那0050呢 從他掛牌以來到到現在 這個季線買進 然後跌破賣出 總共交易了153次 那勝率是41.7% 那總報酬率是378.7% 年華報酬率是8.1% OK 這0050的部分 0056勝率比較高 老師 對啊 0056呢對 勝率有高達45.7% 然後總報酬率是360.6% 然後年華報酬率是10.3% 所以如果說在季線大法這樣子的一個策略裡面來看的話 0056他年華報酬率是稍微高一點點 對 高一點點 可是雖然我講的高跟1.1%差很多啦 那為什麼總報酬率沒有贏人家 因為他時間比較久次數比較多啦 好不好 所以這個看 觀察一下 這個就能勝率跟年華報酬率都寬贏喔 所以0056跟0050 在季線大法之下 0056會比較適合季線喔 比較適合季線操作 然後我們看什麼叫季線操作 我忘記跟大家講的季線操作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 就是 要0050來做一下這季線操作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打一下0050然後那個季線 然後我們就用XQ來看一下 來 老師有看到沒有 這是0050嗎 對 我要拉遠拉遠拉遠 拉遠拉遠 老師 欸0050這邊買就買12000耶 但是他突破季線之後 他還又再多漲了一段 對啊 欸多漲很多耶 對 你可不可以這邊圖就好了 不然你再看起來好像很少 老師看起來 這邊圈起來 突破季線 這邊突出到 120耶 132耶 真的很漂亮 是 好你看 我們看一下去年的季線 大法 去年台灣股市從18000跌下來 對不對 哇 這邊有 是 你看 都沒有障礙季線了 對 所以這季線大法很不錯 沒有障礙季線就不要買 都不會受傷 是 哇真棒 真棒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主要 大部分都沒有障礙季線 所以是季線大法 障礙季線就買 跌破季線就賣掉 是 老師來有沒有看 MACD 嘉嘉老師最喜歡的 技術指標的 MACD大法 0050呢 總共交易次數186次 然後勝率高達42.4% 那總報酬率是62.4% 然後年化報酬率是6.5% 那0056呢 交易次數135次 然後呢勝率是445.9% 總報酬率是121.2% 然後年化報酬率是8.7% 那在這個方法裡面 事實上呢 其實0056 用MACD的一個方法來講 似乎是比這個0050 然後稍微還要這個再好一點點 不過整體來看 他們的年化報酬率來看 似乎 並沒有剛剛的 除了季線大法 或者是在整個就是 長期持有來講 他們的績效反而相對更好一點點 哦沒有吼 因為他做的比較短 總報酬率差很多 剛剛那個200什麼300 400的好不好 是MACD大法 沒關係我們到時候一起比較 對 就MACD來用0050來比較 MACD記憶性啊 錦息燈號 參與師有這些一起比較 好那0056一起比較 這樣才知道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MACD大法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0050 假設0050 然後搭配 這個MACD 所以MACD要環金交叉嘛 對不對 對 環金交叉在哪邊 我們看一下 拉遠一點 有環金交叉嗎 這邊 這邊 這邊有看到 這邊有看到 然後這邊交叉下來 這邊交叉下來 出去出掉了 等於這邊出掉 勸一下 那這邊買進 對過去 有沒有 環金交叉就買 然後呢 死完交叉 這次交叉賣出 賺這一段 有漂亮嗎 嘉老師有漂亮嗎 對 目前看起來 就是標準的MACD 運作的模式 運作模式啊 就是標準的MACD大法 好不好 這交叉就好 環境交叉 我們做這個回撤 謝謝老師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景氣燈號的一個方法 那0050呢 這邊總共交叉次數是8次 然後勝率是100% OK 那總報酬率是高達254.4% 然後年貌的報酬率是3.8% 那個啊 3.28% 差很多耶 所以0056不適合景氣燈號大法啊 有可能是因為當景氣比較差的時候 因為 你們知道總報酬率它有兩個嘛 一個是資本利得價差的部分 一個是股息 所以它可能在股息的部分 相對表現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總報酬率就會變得比較少 對 哦 是這樣子 好 有有沒有可能 我在想啊 因為剛好 欸 也不對哦 藍燈買股票 可能藍燈的時候 因為有沒有可能 它就是它有一些是景氣循環股啊 它比較多一些友達啊 長榮 什麼名啊 就現在在探討 好 反正至少我們今天就是回撤 就講太多 再講太多那個前提話 我怕你們聽不懂 我也快搞不懂了 好不好 對不對 昆老師有點有點難對不對 可是我們盡量簡化它 好不好 景氣燈號紅燈藍燈 到底是要紅燈 黃紅燈的時候賣股票 然後藍燈的時候 大家最不好看的時候 買進 這時候台灣50 OK 等於說你跌無可跌的時候 你有時候 跌到很誇張的時候 你有時候買台灣50會比較好 勝率很高啊 勝率百分之百 真開心 真開心 好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結論不是結論 比較0050 這字卡我喜歡 0050比較這四種做法 如果是0050的ETF的話 我們看到在剛剛的四種方法裡面 其實最好的應該就是長期持有 長期持有 因為它總報酬率是高到456.6% 哇塞 你的報酬率是8.9% 所以我們根本 老師 我根本 畫面給我給我 全畫面 全畫面 這個不是不是 你可以給我那個圖片嗎 我要做梗 對啊 對 根本就不應該做那麼多研究 好累喔 恩典你下次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我這樣很辛苦 我做梗 因為我要說 老師 根本就不要做那麼多研究 直接就是隨便買 隨便報 不要賣嘛 其實有做過研究 買下去會更紮實 對不對 買它50 你不要想那麼多 就報著就好了 會更有信心 是不是 對 就像台積電一樣 哇塞 你那時候說賣幾塊賣幾塊 到最後都後悔了 對不對 恩 好不好 這勝率不用管他 好不好 那景氣燈 他的勝率是百分之百 可是總勝率 你猜那麼多 你去想一件事 你還不如放著報著就好了 隨便買 隨便報 不要賣 不要怎麼樣 不要賣 不要賣 不要不要 這台灣50 老師 江老師有沒有感覺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想那麼多 就一直報著就好了 真的 所以它是百分之百 完全符合長期投資的商品 對 標準的 長投的標的 好好好 坤老師你什麼看法 050這麼簡單 我覺得 這很棒啊 符合你對愛情的看法 長期 我這樣講 因為剛剛有講到重點 就是說 投資是越早越好 那越早越好的時候 或許你沒有那麼多的資金 所以在0050的這個角度來說的話 如果你當你在第一次投資 你就配一點嘛 然後持續賺錢持續放一點 持續賺錢放一點 這就是一個長期很棒的投資的效果啊 對啊 就像你給你小孩嘛 對不對 你看 放個20年 你像100萬 欸 20年要4560萬欸 欸不對不對不對 對不對 456% 等於多少 100萬變成 500 變500多萬啊 好是500多萬 也不錯啊 20年要變500多萬 這不錯啊 你看放100 你慢慢存慢慢存 分批分批 欸這很好欸 20年要變成500多萬 真的棒 所以現在趕快把小孩存錢 20歲以後他會謝謝你 好不好 是 好有沒有缺肝兒子 欸 沒有 沒有 好好好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好 啊肝女兒 美國人的兒子有沒有 喔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還不錯 還不錯 來看一下他表情真敷衍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0056 0056 老師來看一下 好 0056居然跌破我眼鏡 不是要殘其持有啦 對 如果說是0056的話呢 在剛剛的四個方法裡面 表現最好的是季線 季線買進跟賣出方法 我一定要選起來 因為總報酬率是360.6 然後年化報酬率是10.3% 欸我們這個是跑15年的回測喔 嗯 欸 所以0056才只有爛幣了好不好 也沒有這麼說 因為他長期只有198.6% 只是相較於季線大法 他沒有這麼優越 對 對 但是不管是0056或者是 是不是把鼓勵都算進去的是 是 算進去啊 算進去 對 那如果說 從剛剛0050跟現在0056來看的話 其實景氣燈號大法 我覺得也不錯欸 因為其實在某些 在某一些時間點上 其實在 0056跟0050這部分 用景氣推測燈號 出現藍燈就有買進 我們剛剛有特別看一下 他的其實勝率相對比較高 相對比較高 是啊 我懂了 如果你怕賠錢的話勝率比較高 不要管他賺多少的話 對 你這樣講沒錯 來 你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我就不用參加雏拳鞋了對不對 也不用純骨了對不對 你的問題邏輯怪怪的 怪怪的嘛 美國人的邏輯也怪怪的 我好不容易稱讚他變聰明了 下一集就開始恢復正常了 哪有哪有哪有 我問你一件事 紀憲大法是不是 唉呦 那那什麼 他會做梗的 那那那 老師 我幫你解讀好不好 好 你受不了他對不對 翻譯舉 你知道他表情嗎 我不想要回答這個無聊的問題好不好 我幫你回答 這個 你就剛才說 我要參加雏拳鞋 紀憲大法怎麼做就怎麼做啊 紀憲大法 你在雏拳鞋的時候 剛好是環境交叉 你就跟他環境交叉 還沒有環境交叉之前 你會參加雏拳鞋就參加雏拳鞋啊 你的問題跟這兩個問題 是完全不搭嘎的好不好 真的不知道 在紀憲大法之下 該買進的時候就買進 該持有的時候 參加雏拳鞋就參加雏拳鞋 是兩馬子的事情 老師沒錯吧 我覺得其實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既然 今天五六他紀憲大法的表現比較憂鬱 那就不要長期持有 對不對 可是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的一個 操作屬性不定一樣 有些他就是喜歡買著 當那個懶人投資法 對啊 你給小孩子基金 你免得跟他進出幹嘛 懶人投資法 如果你覺得懶人投資法 情況之下 198.6% 你可以接受 那就做這一個 那就不如0050 才是有0050 你真的要做短的 你就0056做短啦 對 好不好 來 056 360.6% 來我們看一下台灣50 來 378 可是問題是 0050跟0050多5年 如果你平均來算的話 來看一下 再玩一下 你平均勝率也比較高啊 年貌爆出率10.3% 再玩上一夜 你們看到 0050用季線大法 年貌爆出率才8.1% 對 差2%差很多 剛才我想的差2% 有時候可以差一倍 所以如果你想要季線大法來 季線黃金交叉 該買進 不是季線黃金交叉 戰算季線該買進 跌破季線該賣出 用0056就好了 老師這個好 這個非常有意義耶 我覺得這個報告 我今天價值幾百萬 是 3000萬我真的覺得 謝老師你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總結 好結論就是 如果是喜歡投資0050的投資朋友 適合長期持有 因為長時間來看 股價會隨著景氣持續向上 所以長期持有 會是最好的一個策略 那上市以來剛剛看到這些數字 累積報酬率高達456.6% 那年貨報酬率有改分之8.9% 那如果說是0056的投資朋友 就可以建議你試試看 做這種價差的方式 就是站上季線做買進 跌破季線做賣出 因為這樣子的操作模式來看 累積報酬率也有高達360.6% 年貨報酬率也高達10.3% 年貨報酬率比較重要 因為累積報酬率是看發生的次數 好不好 是 坤老師你有學到東西了嗎 你覺得怎麼樣吧 我覺得很棒很棒 因為我剛剛前面說到 因為如果小朋友開始要做投資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買0050 有錢就買 然後買到大的時候 自然就存了一桶金了 還有一個重點喔 這給你獨家想法喔 你可以買給小孩的時候對不對 你如果發鼓勵的話 0056鼓勵會比較高 可是缺點你看所有的報酬 都是鼓勵要再投資 你有時間再把那鼓勵再拿來投資嗎 你會忘記 0050鼓勵比較少 連話報酬率也會比較高 所以你如果要給小孩子長期持有的話 是0050不是0056 而且這兩個比較起來 0050是比0056更適合長期投資 如果你在考慮鼓勵的話 所有的連話報酬率的假設 都是鼓勵要再投資進去喔 所以0050會比較懶人投資吧 是 這很重要 江老師你什麼想法呢 想法是生一個可以賺500萬 那就生10個吧 什麼意思 生10個就可以賺5000萬 生10個 你說喔 他看著一個小孩子變500萬生誰 只要生10個 好不好 這個好不好 好 幹嘛很尷尬 好啦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獨家想法 阿希講說 那個算了 對啊 你不知道我的威力啊 對啊 我也不知道他生了幾個 對啊 不要問太多私人的事情 外面不知道 你這麼敢問喔 認養啊 外面認養喔 家福基金會嘛 對啊 真的是老師真好 好不好 老師對你的表情都很 我不知道 他在你身上 看到你的表情就沒有笑容那個 我覺得很自私化 對啊 Coco你要再有魅力一點點好不好 可是沒關係啦 很多網友覺得你很有魅力好不好 除選擇激情後過後 0050 056 還有還能再賺錢嗎 哇 今天獨家想法 我覺得今天完全不一樣 福利社給他 完全跌破眼鏡的 哪一種策略也賺最多 我覺得今天的節目 超級精彩 超級有意義的 所以今天我們節目非常專業 你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影片 24教學影片 雖然之外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費費費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劉慧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2月1週 瘋狂股 想先放 開始搶 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操作 只有誰呢 快點告訴我 沒提他不用讓情侶錯過 怎麼他不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氧紀律 常骨趨勢貓一通 歐瘋狂股市貓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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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